那幾天為何我做節目都沒有心情 那幾天我自己什麼都沒有做 就是在搶各種想盡辦法 講得難聽一點 這個時候能夠出境的 都不是一般人,你是我所說的 當然很多人出境 不只是我,其他人都是 一直找到沒辦法 找到另外一組票 就是廣州 飛 這個飛就可以坐車不飛 但是不飛不行 因為如果你坐車 你經過很多其他地方 隨時你就不會有黃馬、紅馬就死了 包括動車你都掛 所以不行 只能飛機場飛機場 就算封了機場出面也好 機場裡面還可以轉 又是我的招 那廣州飛福州 哎,那些地方也是人生路不熟 講不講王法,應該有的 福州有直航飛東京 哦 另外有就是廣州飛南京 南京有直航飛大阪 而且航空公司我是認識他老闆的 但是他說第一個 未必一定有六張票 第二個就說 現在南京那邊疫情都不知道怎樣 你來到飛不飛得到 還有沒有那班人 我保證不到這麼多日之後的事 因為隨時會融斷 哇,完全迷惘 因為福州旁邊 無論是廈門、泉州 全部封閉成疫區 嗯 怎麼搞的呢? 零零丁丁丁的福州 都拼了 去阿麻道住 撿齊行李 漏夜 趁風區之前 去阿麻道住 一撿齊東西 去阿麻道之後 送他的那部車 一離開之後 隔壁幾個小區 和外面的路全都封閉 哇,我就一壓汗 拍戲一樣 真的可以拍戲 在後面的座位 轉身就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我說 不要驕傲、冷靜一點 廣州封不封 不知道 有沒有機票 還選擇 我捱不捱 現在這樣看 可以捱到29號 現在來講 但是廣州捱到29號 你去到福州 那班機器還有沒有溶斷 到現在其實都不知道 如果未上到機的話 但是早前廣州封得很厲害 很多區 哇,糟糕 不行 立刻要走 找機票 24小時 輪班三班 一人捱8個小時 捱三班去輪 剛剛輪到 原來香港有班機 新開的 可以飛東京直航 而同一航空公司 可以扮聯乘 即是廣州上飛機 飛香港的話 即是廣州 什麼叫聯乘呢 就是我在廣州 就可以check in行李 直接去東京 那些叫做聯乘 不用拿行李 有這班機 我說福州機票不要退 廣州飛香港的照買 不要問我多少錢 走 即不是我有錢 我再次強調 我打一份乾工而已 OK 趕快走 13號 終於買到13號 早上廣州飛香港 下午 香港飛東京 去到東京 三更半夜 都走 但是問題又來了 要24小時核酸 哇 就計算那條數 港州分分鐘封區的 而本身驗核酸那裡 就是封控邊 東風路的那間指定的檢驗機構 怎麼辦呢 我說什麼都不要辦 老辦法 包房 我們就租了機場那間酒店的兩間房 拍二萬 不是幫他賣廣告 只有那間老年那麼貴 不要跟我講錢 先住在機場 整班人就在廣州搬廣州 就在我媽媽那裡 嗯 就噴一聲 就是由海珠區 就是光臨西路 告訴大家 才不怕 因為光臨西路這麼大 你不知道我媽媽住在哪裡 光臨西路 哈哈哈哈 噴一聲 噴一聲 去了機場 然後在機場 預約外面的那個檢測中心 什麼時候幾天出來做檢測 就是12號做檢測 嗯 因為他十三號 不是12號 早上做檢測 12號下午 傍晚才出檢測報告 嗯 因為要出一個翻譯本 來日本這邊用的 嗯 因為小朋友是 疫苗本身就沒有打 那麼大人的疫苗 那邊 日本這邊也不認 你打這麼領先的疫苗 我們這裡沒有這麼的科技去認證 那你怎麼辦呢 哇 又怕出來了就不回去了 噴一聲 出來 驗疫苗 哪裏都不去 立刻 不是驗疫苗 嚴核酸 立刻彈回去 然後我另外找一班朋友 就在市內 ready住 一出報告 送去機場 即是敢死隊 你立下風也好 他自己撞出來沒事 是吧 紅馬也好 是這樣去一個 這麼 這麼繁複的交接 將所有檢測報告 所有人在機場住了兩晚 在廣州住了兩晚 嗯嗯嗯嗯嗯'm 敢來叫住住酒店住了兩晚 然後十三號 嗯嗯 就可以 剛剛又是這樣 不是作故事 剛剛送完去 出來 它是4点多送完去 然后出来的6点钟 机场对出的两个区全部红色 还是黄色我不知道 反正没人敢入 没人敢出 然后13号去香港顺利 接着来日本顺利 出来三更半夜 抱着我那几个 包括我对女儿 包括我的拍档 两夫妻和她的儿子 包括我们的徐司 过来了 我现在准备开档了 真是生死迟速 走难地走 而过来日本落地 上到我 预约了一部车去接的东京 在东京住一晚酒店 他来到了 我拍档先 重新打电话上网 去退了那6张机票 29号那6张 他抬头退机票 我说你这么快就退 立即有人要了 我说退得这么爽吗 退到 然后我再上的时候 只剩一张了 即是那5张可能 可能是分别5个人 或者是3个人和2个人 我不管他什么组合 就被人抢了 就发了 头尾只不过是5分钟的事 是 这个 即是 走难地走 你知不知道 即是你不说 我们真的想象不到 完全 是 我们的经验之外 只可以说 有很多人走不了的原因 是因为 各种风控之下 你这区去不了那区 你根本去不了机场 你走不了第一步 第二步 如果你买的那些航班 是劝反的那些 那你就不用想 你未必走得到 一半我不敢说 四成 因为我有个老友说 他的航班 以他所知 见到 他听 他很醒目的 所谓醒目的 他听空姐 聊天 空姐要 临走的时候要打电话 满缘多少 现在有几多个极委 这么说 有几多极委 有24个极委 我告诉你 是没可能有极委的 嗯 那航班有24个 应该是劝他回来的 嗯 我想问 在这里查一下开 他劝反 是知道你出国的目的 因为不知道的呢 他只是 循例一定要劝反就劝反 是指定动作 循例劝是指定动作 目的那些 你就写得很清楚的 那你一看就知道的 那这个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 日本便算了 不是第一次去日本 他是回日本 那他的签证是什么签证 那不是新去的那些 就不劝你了 嗯 那是劝你打什么 那些资料没有用的 你是有资格和有权的 嗯 但是一看 未去过的 新签证的 嗯 哎 又未发生什么关系 那就不要去 那他会不会看你有没有回程 回程机票 看不看你 不用看的 你有回程都劝你的 即 你有回程你去做什么 反正回来 这些时间 出去做什么 是吧 哪里有我们的安全 事实也是 这个承认 我这集节目再三承认了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中国 就是各种安全 就是各种安全 外面是没有 说真的 你看到街上监控 多安全 而且都是为你好 是的 都是为你好 是吧 下地铁 那我们现在 我为什么来日本要买车呢 因为不敢坐地铁 地铁 地铁连安检都没有 你怎样安心坐地铁 只能开车 是吧 是吧 因为安检很好坐地铁 每个站都有个过机 全都搜 你皮长一点也反过来看 就是安检 那些 是的 确保安全 这里不安全 我连地铁都不敢坐 是吧 赞完了 OK 说回 说到哪里 哈哈哈哈 怎么会劝退 劝退 劝退 是的 他都是为你好 那就是劝 因为你的Visa 是写着 是什么Visa 是的 但是 他一定知道你去做什么 但是你的Visa 一定是旅游Visa 移民Visa 不是 旅游Visa出不了去 现在日本都没有发 日本都没有发旅游Visa 你无非就是 勞工 嗯 勞工他一看你的样子 大多数都给你去的 那就是去找外汇 是吧 有些是不给的 看你的样子 你需要 LV Kuchi Prada 那你劝什么东西 你都去 找那边和这边 笨实的 那没有他 那些都会劝的 他不是盲的 那我们师傅这么劝实 他都看 不用看Visa 他就看你的额头 写着劳工两个字 那是不是装束要设计 就算有贵起也好 都是Visa 写着的 Visa 没得改 没得否认 不好意思 我就像劳工 如果KT又是拿着工作签证 那他 工作签证都很多 那你好像 既然你高度优秀人才 那你 你只是纳税 都八九几万 那半年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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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可以 太疲惊 那你都 那你 过吧 是 那还有有些 有些 都是亲属 那才算 看两只B 你没理由不让他走 嗯 嗯 好像我那两只B 那监护人都在这边 我就委托别人带我过来 但是他没有了 那两个未成年人 国内 监护人就是我和他亲生母亲 原先 那亲生母亲了 那现在只有我和他 我和我现在太太是他的监护人 那两个都不在 那他是没有监护人的未成年人 人道主义立场 你都不能够等他在那里 团聚 这个一定是给你 这种 这种的团聚 我说的 这种的团聚 你都无论如何 你真的 你很难说道理的 是 那但是 反过来 那你今年是 二十一水 那你 你百业是 即是你老豆是 五十三水 那大家都这么精壮的话 前面去做事 遲些升线 视频这么方便 现在两边的疫情都这么不稳定 就无谓了 是吧